機艙陷入一片黑暗 只有窗外閃電偶爾帶來一絲光線 飛機在高空左右劇烈搖晃 災難電影演出科技遭到雷劈中 卻沒想到現實世界也真實上演 這輛波音777剛從溫哥華機場起飛沒多久 天空屁來一束閃電直接擊中機身 放慢動作再看一次雷一擊中 整個夜空瞬間爆出巨大閃光 機體也冒出強烈亮光 因為飛機在移動 而且它位置比較高 它又產生摩擦 所以它相對來說是容易引起雷擊 或者被閃電擊中的一個物體 它的雷爆點就在附近 會聽到一聲好像碰撞的聲音很大聲 這樣砰一聲 因為這個我在空中也是遇過的 專業機師來解答 其實飛機被雷擊中很常見 而且除了雷擊中心距離機艙很近 不然乘客也許根本不知道被雷擊中了 除非雷擊破壞飛機電器或是機油 否則機身表面包裹著一層金屬網 形成導電皮膚 能夠有效隔絕機艙跟電流 避免意外發生 理論上 因為飛機有金屬屏蔽的效應 所以基本上被雷擊或閃電擊中 正常來講不會有大的損傷 但是也不排除 因為它的電壓畢竟很高 可能會在表面形成這個雷擊點 就是會有燒焯的痕跡 其實去年7月就曾發生 台北天空雷聲震震 長榮星雨 有三架班機都被擊中 但都平安落地沒有大礙 雖然雷擊科技畫面驚悚了點 但旅客別擔心 落地後航空公司也會再尋檢 確保飛航安全 明視新聞綜合報導